5月22号在成都兼职干网约车 8个小时能收入多少钱 大家好 我是小潘 今天是星期三 昨天干了一天收入800多块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本来今天都不想出来 但是呢 咱们得拍无聊啊 所以大家跟随我的镜头看一下今天怎么样 早上的8点30时间的第一笔订单 一个小订单 一个起步驾 这笔订单连接带送7分钟收入使命员 我操 这个订单也搞心态啊 那既然3.7公里送人可能500米都没有啊 话刚说完它就取消了 nice 这种订单它肯定不会等我的啦 对吧 等我那么久 不然其实这个订单它就到了 还是这种订单好吗 既然一分钟就到了 这边转过去 就到了 9点26分 第二笔订单收入45元 9点半天的第三笔订单 成都文德乳 这个房子好像有点贵哦 哎呦我去 我都到门口了 文德乳取消了 今天也是预得到 刚转出来了又来当文德乳 还得上绕城 绕一圈过去 又收入20元 糟糕说10点钟一过 然后就没啥订单了 这个时候要想接单就得刷一点计算 你得往司机比较少的地方去跑 又在深屋城建了个小百丽 去那个SKP 12点看一下今天的战绩啊 战线3.6个时长 收入180 12点咱们开始干饭了 看看今天中午吃什么 开箱了今天中午吃的是青椒炒鸡蛋 你以为就这么简单吗 这下面还有利有钱坤 我跟你说 这个是那个酥肉 油炸的那个酥肉 开肚了 加什么 你们中午吃什么 记得暗时吃饭 然后我每天吃饭 都非常的规律 我这里喜欢吃青椒鱼 没有没有这样的 哦 这个酥肉 它是先油炸的 然后呢 再用 再用这 再来一口 nice 今天有点感冒 就是鼻塞 就很出的鼻液 咖啡 兄弟们 今天就这样吧 人也不舒服 收入了334块 已经到家楼下了 直接收车去拿一杯咖啡 咖啡喝起来 然后今天收入已经超过300了 平常我给自己的目标 就定了300 每天都超出了 现在就这样 挺好的 啊 松敌人生 LATER